或许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 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我们的治安怎么了 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恐怖的三个案子 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等一下我们一一带您来看 让您不知道的社会角落 比如说在幼儿园里面三个小朋友 爸妈把小孩送到幼儿园 是希望他去乖乖的 然后老师可以教导他 没想到老师居然对小朋友喂药 为了什么药呢 为什么会不要扛 等一下来告诉大家 好 再来另外的 瓦斯钢瓶搞鬼案 为什么火车开一开 会撞到瓦斯钢瓶 有人去放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然后他居然还变装 蓄意的犯案 那接下来这个人会 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再来更可怕 一位高中生 他因为家人的离开 他分到了5亿的遗产 结果居然离奇的 发生坠楼事件 而在坠楼之前 代叔的儿子约了这个学生见面 然后他们就办理了同志结婚 结完婚他就坠楼了 到底这个是跟遗产有关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搞鬼案 就在这个月2号台铁有一辆自强号 他经过了这个竹南的时候呢 不是在撞到这个瓦斯钢瓶吗 还好没爆炸 结果一追发现 就是人为预谋犯案 不是意外 不是不小心 这个瓦斯坪掉下去 范贤新竹人 骑着脚踏车在瓦斯钢瓶 然后搬到了铁轨正中央 故意的导致列车撞击 事后他还跑到娃娃机店呢 拿了预藏的衣服 然后呢 变装完之后才逃跑 最后在工地落网 新男子半夜骑着脚踏车 后方载着一个黑色不明屋体 里头竟然是一个 四公斤重瓦斯钢瓶 原来他将瓦斯搬到铁轨上 差点酿成出轨意外 应该是在铁路轨道旁边 附近的民家或是宫庙 随手取得的 瓦斯钢瓶成为凶器 这个月2日台铁272次自强号 清晨经过竹南香山段 无预警撞上瓦斯钢瓶 导致列车下方水管破裂 警方调略监视器影像 嫌犯先是骑单车 载运瓦斯钢瓶行进路口 随后还被拍到 他出现在夹娃娃机店 伸手拿取一包 放在机台上的黑色袋子 里头藏着衣物 嫌犯变状后随即逃逸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生命危险 整列火车的问题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警方调查 嫌犯是46岁成姓男子 新竹人 无业打零工为生 主要在新竹苗栗活动 最后警方是在新竹 一处工地带到人 破坏现有人所在火车 未遂罪行 有逃亡之余 男子高贵险害出人命 若往隔天遭法院裁定羁押 检调将持续厘清 他的犯案动机 记者中正嫌 城管王世涵 苗栗 采访报导 还有不论是当爸妈的 还是阿公阿嬷都会很关注 小孩送到幼儿园怎么了 就是在新北板桥 某一间幼儿园 一名女老师疑似为了方便管教 居然就对小朋友喂药 而且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直到小朋友出现了一些状况 比如说 怎么情绪这么大 怎么会这么常生气呢 小朋友回家跟爸妈说 老师喂我吃药 整起事件才曝光 18号晚上 警方上门搜证 遭指控的老师被带回调查 如果查证属实 先罚他60万 并且终身不得再担任 教保服务人员 家长撑着散 护送孩子上学去 但到校门口 小朋友哭闹不肯进去 老师不停安抚 这间幼儿园 日前竟然传出 有女老师疑似为了管教方便 竟然偷偷喂食孩子 不明要误 家长们得知震惊不已 还蛮可怕的 我没办法接受 头很晕 到底什么时代来 遇到这种事情 离谱管教事件发生 新北板桥某间幼儿园 据了解是有三名家长发现 就读小班的孩子 在今年2月起 出现情绪易怒不稳 和自残行为 疑问之下 孩子竟然表示 睡觉前老师都会为我们吃药 家长吓坏了 小朋友根本没生病 老师哪来的药 立刻将小朋友带往医院检查检 真的出现药物反应器的报警处理 警方18号上门搜索 查扣人证物证 奇怪的是 校方4月后的监视器 统统没存档 其中一名中班女老师 涉嫌重大 以遗请侦办 乱味药事件也传到家长儿立告的人性宝宝 透过看什么管道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医院 得一赶去 这件事情先大了 第一个我想问还在里面 原方在事件爆发前两天 火速发通知 表示印租约到期 将在今年7月结束营业 随后就爆出老师乱味药事件 许多家长吓得赶紧带孩子到医院检查 还要忙着替小朋友 找别间幼儿园救赌 闹个人养麻烦 教育员将这个老师停止调查 中卫裁罚行为人60万 并通报到全国的不适合能源的一个系统 遭指贺女老师目前停职 以2万元交保等候调查 孩子一句话曝光离谱事件 家长心碎 现在只希望尽快查明真相 还给大家一个公道 记者中卫两个小新北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刚才说的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有一个富二代 他继承了5亿的财产 台中18岁的高中生 因为他名下是他父亲赠予的30笔房地产 市价超过5亿 但是疑似遭到了谋财汗命 高中生的妈妈出面指控 负责承办过户的戴叔儿子涉嫌重大 4号一大早 戴叔的儿子把高中生 约到了护证事务所 两个人就登记结婚 当晚再把他带回住处喝酒 然后不明原因 高中生居然从10楼坠楼身亡 针对这个指控 戴叔自称说他毫不知情 还拒绝受访 母亲上心声泪俱下 说儿子好好一个人 死得离奇 指控嫌疑人 市价超过5亿 过程都是由一位下信 戴叔处理 4号早上 戴叔的儿子以规划资产为由 把死者约到护证事务所 登记结婚 再带回台中北屯的住处喝酒 不明原因 死者就从10楼坠落身亡 登记结婚单晚 儿子坠楼身亡 疑点重重 妈妈无法接受 认为戴叔的儿子涉嫌重大 却都找不到人 神已知今 不知情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说一切交由检察官处理 家属提告杀人罪 希望真相 水落石出 记者杨生李云杰 台中报导